这边已经有建立一个,我把它delete掉 很简单,你就把它add一个,get your 然后呢,这个地方先给它个name 名称的话,比如说你先画个圆 那这边的话,我就点 这边,cycle 这个有点不好,不好输入 比如说它这个名称叫cycle好了 OK,那这边的话,我按一个确定 接下来它会问我说,我这个图cycle的话是什么图形 那你就画一个cycle OK,好,done 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建立一个cycle 以后的话,我们要辨识,就要 手势一定要这样,就是一个cycle 当然,它不一定完全要照这个啦 你接近也可以,也是会辨识我一个cycle 就是说那个score的分数就没有那么高 它会有一个相差的误差值,会可以接受 那再add一个 比如说第二个,我们要个什么呢 我们要个其他的,比如说我现在 除了cycle之外的话 我还要再建立一个那个 其他,比如说check 各位可以参考4之2数页下面 我们先用这4个来当成练习 那第二个的话,我要一个check 所以这边的话,你就用一个check ch 这个输入法有点不太好用 ch 然后e 1,点点两下,check 这边出来了,check OK 那这边注意,这个有个空白,请你把它back掉 不然到时候呢,名称会叫做check空白 OK,按确定 好了,之后的话呢,我就打一个勾,check 好,那就把它当,以后的话呢,它就变是check 那以实类推,总共呢,另外一个叫 这个swipe left 跟swipe right swipe left就是由右到左 一个right就是由左到右 那你就画两条线 最后的话呢,你就可以建立一个这个gapture的一个 所谓的那个手势的资料库 有4个东西 但是你建立好之后 还要从模拟器里面把它抓回来 放到你的状态里面 才可以有一个这个资料库 那到底放哪里呢? 其实书上有跟我们讲 不过你自己看书要做出来可能有点困难 等一下我再跟各位讲 你们先建立资料库 然后我再教各位怎么样把它从这个摩尼器里面抓出来 放到你状态里面去 OK,那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